大家好 我是冯马迁 今天分享焖浏览 我们焖浏览就这些东西了 等一下我会把这焖浏览的全部材料 酱料 香料 以文字的方式打在视频的最后方 在这里我又跟大家说一下哈 为什么我们整块浏览放下去 而不是切了再放呢 因为我们要先把它煮定型 让它的肌肉先收缩 它肌肉收缩了以后 我们在切的情况下 它就会切的工工整整的 焖出来的浏览 它就不会参差不齐了 所以很多朋友第一步就做反了 好了 这个步骤 我们快进就行了 切功不重要哈 怎么焖 怎么调味才是重点哈 我们切完之后就准备开始了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砂锅 还有一块足电 防止弄底 没有就想别的办法 先把姜块炒香了 然后上去 炒到金黄 把这个香料全部放上去 稍微炒一下 全部捞起 然后放牛腩 我们在煸炒这个浏览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它炒干水分 只有炒干这个水分 这个浏览才没有那么大的烧味 炒到锅都差不多冒烟的状态 但是不要把它炒拢了 来点搞冬香精酒 好 我们下一步就放生抽姜料之内的爆炒 这姜料只有爆炒过它才香 然后拿入一块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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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变长 加水 放入胡椒粉 盐小八勺 白糖一勺 鸡粉一勺 打出调色 下开 点火 烧开以后我们改成最小的火 焖它一个半小时 来我们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了这个 这个蘸酱啊 鸡牛腩包一定要萝卜啊 等下我们打火锅了呀 开火锅 太香了 我们用这个做蘸酱 蒜蓉了 将那个生抽作为蘸酱 来 等一下我们火锅 火锅的形式 配这个萝卜 这个蘸的吃太好吃了 一个半小时看够够够辣 我们尝一个 嗯够辣了 味道不错 好了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看我做菜的朋友们点赞加关注 下期再见